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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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KONN的女孩家庆 今年26歲嚕 看起來年輕吧 這是一個主流的世界 然後其實基本上呢 我本身本來就已經知道 我不是這種主流世界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 創造一個自己的非主流世界 這樣 因為我本來就覺得說 我喜歡這樣的自己 就可能比較微肉感啊 或者比較看起來比較有肌肉啊 或者是說 可能密大腿之類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說 要調適跟適應的話 我自己個人認為啊 現在我覺得應該是 主流的世界應該要來適應我 而不是我去適應他們 我自己個人而言 我覺得首先你要先問你自己 你要如何就是讓自己進步 或是改變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以前的生活很累 或是我以前的樣子很頹廢 所以我去做改變 我讓自己變好看 我學會化妝 然後我學會可能運動 這是一個愛自己的方式 或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以前活得太辛苦 所以我必須現在得放鬆 我覺得這個轉變 也是一種愛自己的方式 但是無論如何 要怎麼樣愛自己的話 我覺得首先你要 一個想法是 你要懂得去接受 以及認同自己 現在的樣子 鼓勵這種事情是 別人可以講給你聽 可是給不了女師直接幫助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很多人說什麼 你要有自信啊 或是自信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一些代名詞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自信這種東西 不是與生俱來的 而是你一定要有 面臨到一些可能 不管是挫折也好 或是一些崎嶇的路 然後你自己走過之後 你才找到自己適合 調適心情的方式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其實我在 最黑暗的時候 就是可能 人生時期最黑暗的時候 是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我曾經就是 因為國中我高達99公斤 那時候因為青春期嘛 然後男生本來就很幼稚 會嘲笑你啊 或什麼之類的這樣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 嘲笑我都可以當作視而不見 或是耳邊瘋 他們曾經做出一個行為是 那時候我的便檔 然後我們就是 無意識的 就故意的把 就丟到那個廚餘桶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家慶 這是你的份 這是你今天中午的午餐 然後我當下我真的覺得就是 說不出話來 然後覺得說 就是 怎麼會這樣 就是真的是 別人把你當豬 然後吃噴啊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那個時候 就是 想說 毅然居然加入戲劇社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蠻愛講話的人 然後我去參加 我覺得 那算是我一個轉捩點 如果你問我說 你覺得自信 是要怎麼產生 或是什麼的話 我會覺得自信是 當你散發出魅力的瞬間 就比如說你找到一件 你很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喜歡做的事情 或是一個目標 然後當你當你有成就感的時候 那就是自信的開始 你說人生 如果說沒有目標的話 然後沒有一個轉捩點 一個動力 然後讓你去做改變的話 我覺得其實 就是 是一個 是一個空 我覺得現在人太 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在現代社會當中 就是 以台灣來講好了 就是 如果你問我說 要怎麼去調適跟適應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 在普羅大眾的審美觀 本來就是 可能高啊 白啊 或是可能 身材比較高挑啊 腿要跟筷子一樣 這樣細啊 這是一個主流的世界 然後其實基本上呢 我本身 本來就已經知道 我不是這種主流世界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 創造一個自己的非主流世界 這樣 因為我本來就覺得說 我喜歡這樣的自己 就可能比較微肉感啊 或是比較 看起來比較有肌肉啊 或是說 可能蜜大腿之類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 你問我說要 調適跟適應的話 我自己個人認為啊 現在我覺得應該是 主流的世界應該要來適應我 而不是我去適應他們 美的第一是 只要你自己喜歡 自己舒服 我覺得那就是美 就是漂亮 現在很多品牌 然後有提供大尺碼服務啊 然後這件事情 我開不開心 或是我覺得怎麼樣這樣 我覺得非常好啊 awesome 不是因為 以前 以前講難聽一點好了 以前 我 國高中的時候 要買衣服 真的很難買 我是說真的很難買 可能 剛好我的個性比較中性 所以我可以接受男生的指揮 可能男生的L我就穿得下 可是比較oversize是這樣 可是你說如果 女生那種比較漂亮 或是比較可愛的衣服 我是絕對塞不進去 比如說pump這件事情不是弱勢 它其實是一個特別獨立的一個個體 跟一個群體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 相對來說 我會希望 如果說各位廠商 如果你們真的要推大尺碼的話 可不可以就是樣子多一點 就不要可能做什麼黑啊 白啊灰啊 深色啊 或是酒紅色 可以一些我們的小花啊 或是一些色彩比較鮮艷的這樣 因為我覺得 肉肉女孩們已經 他們已經習慣穿深色 因為他們覺得說 暗色系可以顯瘦 我覺得是 叮叮 我可以直接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想法 因為你一直穿深色 那 等於說顏色會影響心情 心情就會影響狀態跟情緒 所以你就會一直萌在一個 哇我真的很胖 所以我要穿黑色 然後看起來瘦一點什麼之類這樣 但是如果說今天 你穿一個黃色或橘色 或是一些比較亮色色的顏色 那這樣整體看起來的話 別人會覺得說 喔你這樣很可愛 然後很漂亮 或是氣色很好 如何愛自己 然後如何變漂亮 或是如何有更好的改變 的第一步的話 我自己是個人認為很難 我覺得很難 因為這個可能是個性的關係 或是可能環境因素 讓你可能比較不太敢去踏出第一步 第一步這件事情就是 就像你踏出家門那樣 你如果永遠都不踏出家門 你當個宅女 永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會怎麼樣 就像你踏出的那一步 就覺得喔 原來這一步這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首先是 要給自己勇敢嘗試的機會 你如果連這個機會都不給自己的話 我覺得 那你要跟我如何討論第一步 所以我覺得要給 至少要給自己一個勇敢 挑戰以及嘗試的機會 那再後來你的第一步 就會非常非常輕鬆踏出去 然後一直 很開心的 很有自信的 很有成就感的 去完成它 登登 萬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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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